曾经引起拆迁正义的乐生疗养院 现在院民慢慢搬到新的医疗大楼了 当年乐生专门收留麻风病的患者 在1930年代的台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 政府要强职隔离患者 于是盖了乐生疗养院 住了70年之后 这些病友已经把乐生当成自己的家 但是却又被迫搬迁 最近在乐生有一个展览 完整记录了他们这颠沛流离的一生 尽管麦克风都拿不好 还是奋力唱出每一句歌词 他是乐生疗养院的黄文章 19岁因病入院 个性乐观的他没有被病魔打倒 还拿下乐生的歌王奖杯 同样喜欢唱歌的陈在天 还手抄自己喜欢的乐谱 每天在院内隐行高歌 台师大学生这次展出十二位愿民的故事 并播放导演杨仁佐的乐生纪录片 希望能够让民众更认识他们 台湾很高兴 押板门 那板门我们春秋小学 那孩子公秦县 你看看 一个口 红红红 那边的颗红红 就会伯伯 乐生疗养院建于一九三零年 是台湾第一间汗生病院 早年汗生病就是所谓的麻风病 被认为无药可治 当时政府决定强制收容隔离 患者一到这 几乎注定老死愿中 近百年的岁月 当初带着无奈以及心酸来到这里 住在疗养院的病友 现在也开始把这边当成自己唯一的家乡 政府却在2003年决定动工拆迁乐生疗养院 引发一连串的抗议行动 今年年初过世的院名唐祥明 推动成立乐生院名自救会 希望透过捷运的争议 让各界重视弱势病人的权益 现今大部分的院名 已经搬入新的医疗大楼 而住了近70年的救院区则大面积拆除 作为捷运工地的使用 抗争过后 这次的展出 除了看见心酸血泪的历史 也看见他们坚韧的人生故事